游波杯赛 我们大家接下来看到的是游波杯的四分之一决赛 印度尼西亚女队和日本女队打到了第五场决胜 这场比赛是由屏幕下方日本队的选手 三股美菜精迎战屏幕上方 印度尼西亚的法内特里 两位90后小将的代表 他们应该说到今天这个程度 都是属于在重大比赛当中担任重要的角色了 能够打到第五盘 就在他们身上这样决定着自己球队命运的归属 这时候心理压力是巨大的 但是其实很多年轻球员也是通过这样的比赛成长起来 这个最有名的就是张海力 张海力在1994年印度尼西亚队 就是她在第五场取得了胜利 使印尼队拿到了冠军 当然是张宁 我没想提张宁的 万一张宁在看电视 对 确实这个 这个是一个人可能成长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对于张宁来讲 那也是她后来创造那么多成就 她心目当中的一个阴影 但是也是她的一个动力 所以我觉得确实我想提到 就是这样的一场比赛 对于运动员来讲 很可能是左右她职业生亚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还是挺漂亮的一个挡网 带停顿 放网 放网对 翻身往前 三比三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两位选手 他们两个的世界排名 一个是32位 这个三国美赛经 对手呢 菲内特里是57位 从来没有打过 那么这也是展示自己才华的时候 从开场来看 进入状态还是比较快的 三国美赛经在今年 曾经击败过亚锦赛 所以我刚才一时没有想起来 是击败了哪位运动员 但是这个名字听起来 三国美赛经很熟 是因为他在亚锦赛上 击败了汪欣 老提中国队的伤心事 汪欣今天表现非常好 在这个游博杯的比赛中 因为对于其他的水平 并不是非常高的运动员 他们能够在职业生涯中 有过一两场 打败中国队选手的这个经历 就属于已经进入到 一流的梯队了 当年黄妙珠 在他的鼎胜的时候 也就是说因为在广州的 这个中国公开赛场呢 一战成名 所以也是每次呢 在转播的过程当中都要提到 三国美赛经一开始的 这个速度比较快 我看他在上场之前 他一直是在不断地 在场边就积极地跳跃 来缓解自己的紧张 让自己尽快进入状态 这种球大家可以想象 第五场决胜 全队的胜负 大家打了一晚上了 最后还有没有下一场 就看你们这场的结果 这个可想而知 心理压力是有多大 而到这种第五场的球的时候 我觉得由于 汤油杯是按照排名 来出场的 不大有那种 就是 很多队都会是年轻队员 上第五场 那这种时候 其实教练员也是失控的 因为所有的年轻队员 都这样 教练员也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能打得好 什么时候打得不好 这时候对双方教练来说 只能听天由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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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网球 滚晚了 这场比赛是日本队先胜两场 然后印度尼西亚队连班两场 这样打到第五场 三公美菜经还是向对手示意一下 刚才是滚网球 运气球 不好意思 好球 这确实是自己打出来的 质量非常高 头顶掉直线 中南台北和韩国队的比赛呢 前面的三场 全部都打满了三局 现在是双方第四局的交手 又是打到第三局 切发球连续推扑 其实汤油杯这个赛制打团体赛 它的魅力 其实很大一块魅力就是第五场决胜 在历史上也有很多比赛是打到这一场的 很多经典的战役 那么比较近的我印象当中呢 他把比分拉开 这种球 我感觉 如果被对手把比分拉开个五六分 你那个心理承受就 很可能承受不住 请你相信我们90后的小将 不是那么容易崩溃 三公美赛经的调球的质量确实不错 过来都很贴网 没错 他今天主要是这落点的控制 还是到位好一点 所以后边这个反正特里 应该注意他这种调球 站位其实可以靠前点 对方这么小的个子 一米六就一米六 但是反正特里也不高 一米六三 他那失误了 他还特夸张的 结果这球还落在境内了 8比9也差一分 结外 这个印尼女队现在好多人的 这个单打发高眼球 都很像王连湘 都是跟王连湘刻出来的一样 也不是刻出来的 反正就是都跟王连湘 那个动作一样 这次又是个判断失误 这段反正特里就战术上很清楚的 我就压紧两个底线 可能我们说了对方是个小恶子 反正特里抱一米六三 但是看上去比对方 其实高的不止三公分 就是总体来讲比大一号 比较壮 身高力量应该是反正特里的优势 就是在对阵 这名日本选手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这球看看挺有意思 这个 虽然跟咱们没什么太大关系 但是 这两个队第五场决胜 也这个玄剑重重嘛 现在是 法内特里领先 到了间歇 11比9 只差两分 在接下来这个阶段没有太大关系 但是进入到半军赛之后 可能就会 谁赢了谁才跟中国队有关系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印度尼西亚队和日本队的这场 决胜场的比赛 现在11比9 第一局的比赛 印尼选手法内特里领先两分 挡对角 反拍再挑起来 再挡网 好球 这一拍三公美菜精组合的也非常好 头顶掉直线 批掉直线 然后打得对方失去位置 位置偏正手之后 他在头顶突击点杀一个对角 所以我觉得法内特里的站位 确实可以往前多站一点 注意对方的调球 因为后场的高球 肯定三公美菜精对他的威胁 不会有那么大 他不用担心自己的后场 运气不太好 对 都有这个弹网的球 但是明显的在 反对特里 在这个网球网方面 还是不太占光 11比11 那个比赛开始之后 还是比分一直咬得很紧 三公美菜精 天明球员他的 特点确实是 步伐也比较的灵活 但是如果确实压后场的话 对他比较吃力 这次终于判断这一次 你看到基本上 压到后场的球 他从心理上有一种抵触 就是能不打我就不打了 对方打得比较到位情况下 也是压得他很难受 对 反正特里连丢三分 提出来换一个球 他想说 我就算拼尽全力 比如说这球 我要是把这个球过渡回去 可能也没什么好果子 还不是说节省一下体力 还是正手的接杀 这球没有挡过去 法利特里 因为他个子比对方大一点 感觉还是 不如对方灵活 下手球也差一些 对 尤其他头顶攻的这一拍 他下压之后 连接下一拍比较慢 上网和连贯 能显得慢一点 对方连得四分了 从9比11打到13比11 这球其实落点并不怎么好 其实这时候应该这个转播应该多给大家看看双锋教练和其他队友的表情了 想走边路 过渡一下 要得太靠边了 胜负就是一翘翘板 一会儿这边抬起来 一会儿那边翘起来 我觉得总体来看印尼队的这个阵容 它相当做得非常整齐 但是好像也比较的闷 那些印尼的拉拉队 看来只是来给汤姆斯加油的 汤姆斯为加油 还在 他们还在 只是不像 只是不像下午叫得那么欢朗 确实可能需要补充一点能量 叫累了 这都快叫了十个小时 你们接近午夜时分了 好球 真漂亮啊 这个投顶球处理的 其实反对特里在上一场比赛 小组赛他就是打的王世贤嘛 他那个进攻还是有点危险 他们把王连湘这种发球方式叫 举火烧天 解外了 这一出手 这都不用他出手 我都感觉他会解外 而且都能看出来 他是要打直线这一球 什么动作 他动作的这个 前面的一致性 做得不是很好 就是过早报鸡球意图 我想他主要是心里 就是太想拿这一分 但是反对特里 有一点贯彻的非常坚决 我觉得一定要控制好 你两个底线 因为这肯定是 小个选手的弱点 韩国队和中华台北的比赛 估计也要打第五盘了 现在中华台北前面的2比1领先 但是韩国队在这个双打比赛中 马上就要拿下第三局 中场的机会 清掉一半 还是相当坚决 他还是站位偏后 对方杀的球都比较短 而且发力的也不多 他在防对方的下压的时候 还是站的选位有点靠后 等到球到他手边的时候 他都借不上力 所以都挡不过去 我觉得这个三宫美菜金 这名球员呢 他确实是感觉像小豆子一样 还是非常灵活的 在这个场上的移动 肯定要比别人多跑一些距离 但是看他这个打球 还是挺有跳跃感的 还是靠掉球 他这个带一点后仰的 在头顶掉球 其实挺有欺骗性的 因为机球点很被动 但是他掉出来的球质量很好 可能我觉得跟他的身高 和那个打法也有关系 别人可能不太适应 他这个高度的下球 对 是这样 他在这个位置被人欺负惯了 对 然后从小就练就了一个绝活 你赶上王一涵 还真不会在这个位置掉 确实是 突击一板之后呢 半场的机会 双方这场球 我觉得两个90后选手 还真是 还真是你们90后的心理素质都不错 但是你所预设的前提条件 并没有出现 你说在大比分 分差出现之后才会出现 有一方的崩溃 其实我之前想的是 没准上来就崩溃了 有一点 没想到这俩人还都 凭什么呀 前面那么多队友都付出了 那么多的努力 怎么能轻易放弃呢 所以才崩溃 咱俩这个小前提 小前提都一样 小逻辑都一样 但是逻辑不太一样 太凶了 这个平高球的抽球 想诱使对方中间拦截 这个上当 但是反对特里 就直接把球让过去了 看着这个球来势汹汹 我觉得正常 我感觉 场上应该从球路上来说 反对特里还是稍有一些优势 就看他能不能把握住 其实这优势主要是 比如现在我回头看这个球场 在球场的位置上面来看 我觉得反对特里的 这个底线的击球呢 它的到位率是比 三国美赛金要好一点 就是说更靠近底线一点 从这电视转播的 这个角度上来讲 可能是稍微会有一点 视觉上面的欺骗性 它控制对方底线 控制得好 对 三国美赛金的球 到位率还是不太行 它远离比较 因为它都是被压迫的 它这个击球点 都是很被动的击球点 这个球刚才我就在想 汪欣会输给这三国美赛金 肯定那天没睡醒 对 2011年的压迫赛的时候 这个稍微也会有一些状态 不是很好的时候吗 不过这个比赛确实是有个状态 再好的选手 也有临场状态不好的时候 哎呦 这回脚步再零也没办法了 它这个球 法内特里就杀得比较聪明了 前面有好几个球 它非常发力去杀 但是杀的落点都不好 就在人家一伸手 能够着的地方 这个球它没有权力 但是它的落点打得特别好 杀的特别靠边 造成对方这个矮个子 接这种球就比较吃力 结果挡网的质量不高 而且上网处理的也比较巧妙 勾勾对角 这个小个子已经是 竭尽全力来奔跑了 但是到最后重心仍然是被带倒了 现在出现了局点 三国美赛金拼搏精神还是可嘉 日本队还是全力地给队友加油 这球底线压得还是挺深 这双方对拉底线 日本选手真是占不到优势 对 他很被动 他又掉了一个小球 但是已经防起了这招了 他往前不错 他的这个 这个往前放的真是挺好的 正手放了 三国美赛金 他整个的这个移动还是不错 真的他虽然重心很低 但是腾挪闪躲 你看他的这个弓箭步和胯步 这间他的 其实弹跳真是很好 对 我本来个儿就不高了 你再让我步伐不好 我就打不到这个赛场上了 反击 哎呀 反击的机会 但是太着急了 所以平高球的位置出手 可能对于 反正特里来说并不是最舒服 他就是觉得是个机会 但是其实并不是特别好的 没错 平快球应该还是速度比较快 这个球 这种球出现的时候 就是老队员处理的 我觉得就是真是比年轻队员好 他就能够把这个 一点点机会给变成得分 其实从一个青年选手 到一个成熟的选手的转折 我觉得就是被动球的处理 这几个球 反正特里拉的不是很到位 好球啊 连续几拍底线都不到位 没错 反正特里我觉得他好像有点 一时间的这个无恙状态了 他移动明显 连续几个对角线 就是自己就已经消耗了 好大的这个能量 感觉步伐之后就跟不上了 三宫美赛经还有机会 这个球要是扳回来 反正特里的心理压力又大了 没错没错 这可能会出现 你说的90后崩溃现象 合着我看这场球 就等着看崩溃 终于逮住机会了 真是关键的一分 我们和这个日本队的 所有的队员一起来 爆发出了一阵个惋惜的惊叹 但是也应该为反正特里的 我没有惋惜 绝对又不是我们 这样双方是21比19 你不是期待那个 出现那个心理崩溃的局面 这场球上来 我就觉得看好这个反正特里了 还双打 好观众朋友 现在我们又回到了比赛现场 大家看到的还是在 武汉体育中心体育馆 进行的2012年 汉姆斯杯游泊比赛 今天是进行四分的一决赛 现在还剩下最后两场四分的一 分别是在体育馆内 二号场地进行的 印度尼西亚女队对 日本女队 另外还有在四号场地 进行的中华台北女队对韩国女队 那么现在双方 这两场球都是打到了第五场决胜 日本队和印尼 我们看到的这场 日本选手三股美菜精 对阵印尼选手法内特里的比赛 刚才第一局是 印尼的法内特里21比19险胜 现在是第二局比赛 那边黄慧渊的比赛还没开始 但是这个卫冕冠军晋级四强 应该不出意外 应该是没问题了 因为他们打第五场的是 黄慧渊 还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将 其实法内特里 他也出战了2010年度的 尤博杯的比赛 但是可能那时候 这个上场的机会并不是很多 这次在重要的淘汰赛阶段 第一场就打出一场硬仗 2010年 你去马来西亚那一次 他那个奥运会同牌还在呢 当时打的 尤零安地在 尤零安地是一端 费尔达赛里是二端 对 菲尔达赛里 其实这种球真的是体现汤游威的魅力 我觉得在这些年 这种比赛看的挺少的了 打到第五场决胜 这是汤游威的魅力 这种球 它不是靠一场 不是这个比赛的胜负 不是由第一单打和第一双打决定的 而是由三个单打和两个双打 共同决定的 决定胜负 最后就是拼 这种球就是拼你第三单打的实力 拼第三单打的心理 而且我觉得这90后的小将 真的是挺经得住考验的 在第二局的比赛开始之后 依然还是说咬得非常的紧 尽管在第一局 到了比赛 应该是很可惜了 但是我们看到这三公米 赛经的是一点都没有说是受到影响 还是一分一分的来 我觉得这个就是日本运动员 他有一个特点 确实非常的执着 顽强 这种球还是反对特里 这种球一定要过对方头顶 你只要球过对方头顶 对方给你的威胁就不会太大 他去拼速度的话 三公米赛经不怕他 他速度上他未必站得着上风 比如说平抽档 或者斗前半场往小球 又是平抽档 他想变个线 结果接外 他那个手上的失误 现在比较多了 战术打得不太对 这几分球 我觉得有点跟着打 我想可能还稍微有点体能上面 出现一个小的低谷 心里有变化 球出界了 两个人都第一时间先举手 表达一下对这个球 偏向于自己的美好愿望 切外了 太着急 羽毛球在实力相当的情况下 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 一定要耗 特别是女单女子项目 一定要耗得住多拍 其实现在男子比赛 男单比赛在实力相当的情况下 也是这个多拍是一个基础 谁更耐心一点 谁的机会就多一些 不过我总觉得 印尼的单打球员有一些 包括你刚才提到尤里安地都有这些特点 就是说它一般不完全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就是它可能会是在第二局的时候 出现一个体能下降比较快的峰值 过去这个之后可能就又好了 现在明显的就是感觉到 贝内特里在场上的移动是不到位的 所以他是想把每个回合打得短一点 会出现一些操之过急的打法 你看现在这个时候好 这个是就是说赵尔这个一拍得分去的 这球是边线给了界内的手势 但是非常危险 要求太高 就是想打短一点才能要求高一点 就是必须得耗得住多拍 其实尤里安地我觉得也就是挺招人欣赏的一个球员 这步法非常有特点 甭管你打到它到哪儿 它都是一步 自己的连续控制三国美财经 只有一拍的过度不够好 给对方打了一个身后再往前的铺网 凡尼特里的两个往前的下手球还是差一些 其实他已经很注意对方的掉球了 所以平高球还是底线控制的不错 刚才 但是他这俩球都像你说的都很危险 都照着死角去 那就是想缩短拍数吗 你看现在他的这个动作 你看这动作跟刚才比的话 就看着有点别扭 这是个机会 可以有 他连接比较慢 法内特里 他那一拍可能是有点威胁 但是缺乏后面的连续连贯 其实跟这个小豆子三公美财经比的话 这个 法内特里显得下盘有点沉重 这样都不能拿分 现在人家打仿击了 还要 还是 法内特里还是急躁了一点 但这种个子小有个子小的优势 他这个近身球 他的处理的时候 会反应更灵便一点 然后顶住了之后 就有机会打反击 就是这个足的 第二局上来 差点六分进入到 其实印尼羽毛球队 在上世纪90年代 一段非常辉煌的时候 男女队都强大的时候 其实还是他们自己的队内建设 出了点问题 你像现在中国羽毛球队的教练 就都是非常优秀的运动员 然后就留在队里担任教练 即使不在一队 不像夏宣德 张宁 陈奇球这样 当军这样担任一队主教练 他也在二队或者青年队 带队员 你像印尼的这个国家队的教练 每次出来比赛就几乎看不到 他们黄金时代的那个球员 还在队里当教练 我觉得而且换的也挺多的 这是一个追身 反正特里跟王世贤 这小组赛的赢了一局之后 他选择退赛了 休息 这是一种战术的休息 可能就是说把这个体能用在刀刃上 因为不管怎么说也无法改变 跟中国队的小组的排位的顺序 所以不如呢就是两斤续锐 但是我觉得是不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也反映出这名球员可能确实也不是说 很能够在体能方面绝不是一个优势 不是很耐打 这个球是一个好球 利用他的身高 王世贤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因为他第一局虽然王世贤输了 但是第二局是领先 打到10比4 大概10比4的时候 还是10比2的时候 反对特里退弃拳的 王世贤说他可能也怕我给翻过去 因为当时确实已经出来这趋势了 是 无法承受失败 那如果你说的这90后崩溃现象 有可能会在反对特里身上出现 我就保持一个领先的姿态结束就完了 对对对 至少能够做一个好梦 现在还是差五分 12比7 三股美菜精领先 这个挡网 其实三股美菜精没有多少力量 杀过来的球其实一点都不重 反对特里每个球他都得自个发力 他才能挡过去 就一点力都借不着 造成他挡网很多不过 判断还是比较准确 反对特里还是 如果确实体能上的问题的话 是另外一码事 如果不是 其实就算是体能不好 你更需要打正确的战术 他还是应该 要像第一局那样 按照自己的战术去打 要把对方拉开 控制好对方的两底线 现在就是拉不开了 我觉得他也是很努力地在做这些尝试 但是就是 你看对方疯狂反击 出球的质量都不好 对 出球质量不好了 这球打到第五 不仅打到第五场 还要打到第五场决胜局 就跟我们前一段转这个斯诺克比赛的时候 斯诺克是35场 18胜 就是说这个 最极端的情况是 不仅打到第35局决胜 而且还要打到抢黑 抢7 就是抢那个 抢那个黑球 还要打到抢黑球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比赛总有结束的时候 不像你们温网 一打打两天 打什么70比68什么 是 71比68 71比69 确实这是因为下雨的关系 所以才打好几天 不是说那一直在打 不下雨也够长 还是羽毛球这种室内项目比较好 受这个外面的气候影响要小一点 你就别体育馆漏雨 06年多哈亚云会 06年多哈亚云会就漏雨 这是李毛 在李毛过来给他的教练同伴开始支招了 这确实从这比分上来看 你说的这个崩溃现象已经出现了 就十分的分叉了 现在也是三宫美菜金一个人在场上跳跃表演 所以李毛极了 学生局得那么打了 还是得高 因为这个三宫美菜金最终平高球 还是说直接可以打反击的这位置 你跟他平来平去 快收快挡 他不怕 他速度不一定比你 这种反应速度不一定比你慢 没错 还是要这个高 对 就咱俩都看着都着急 给人支招人也听不见 那不一定 你刚才双打的时候 你就支了一会儿 你喊了一下 然后18比16了 就像两分吧 一米队就赢了 你嗓门大 他们能听见 10比18 这球还是很有可能打到决胜局 这真是一场经典 也算是一场经典战役 从7点开始打 打到午夜12点 5个小时以上 而且要打到第5场决胜的决胜局 我觉得这是汤油杯的魅力 真的就是 其实汤油杯就是要看这样的球 现在这个三宫美菜鸡呢 这位小个子的球员 1991年出生 1米60的身高 那么他有可能会成为 这个日本队的英雄 但是这场球 现在在第二局的比赛里面 出现了一个比分上的 悬殊的逆转 这种比赛是诞生英雄的比赛 可能现在还不睡觉的观众 至少都会记住这位小朋友 挺多的 刚才已经有 我已经收到好几个短信了 给你发短信 短信的朋友家里面 是不是都按照这个收视率的调查点 这个很重要 收视率 白岩松老师说 收视率是万恶之源 我们还是不要谈它了 这个打网还是不错 质量挺高 20比11 三宫美菜鸡获得了 高兴的都蹦起来了 这是他们的衣装 日本队的衣装 这调球质量不错 但是有这么多个局点 还是有一点浪费的本钱 目前这种局面来看 打决胜局是不可避免的 还是可以继续浪费 批掉球 想一拍打死了 可能确实有点下手的太着急 哎哟 机会抓得不错 嗯 挑的不够厚场也不够高 结果三宫美金菜呢 是还是皮扎得分 这样我们看到呢 双方真的要交换场地 等一下呢 要进行决胜局的争夺 因为日本的这个男教练是川田归泰 过去也是日本队的一个主力选手 在这两天很多 其实这种比赛也是老朋友见面的一个时候 就就包括咱们的同事都 就是川田归泰嘛 就是我们的同事都到了武汉之后会有一些 日本的这个男教练是川田归泰 过去也是日本队的一个主力选手 在这两天很多 其实这种比赛也是老朋友见面的一个时候 就就包括咱们的同事都 就是川田归泰嘛 就是我们的同事都到了武汉之后 会有一些这个迎来送往啊 他们也一样 那天我看竞赛场的时候 夏宣泽迎面跟他走个对面 因为俩人认识 夏宣泽拍了拍他的肚子 那意思是说你发福了啊 我身材保持的还不错 这个三国美金菜的刚才呢 在扭转局面的方面呢 是立下了汉满功劳 教练亲自打开一瓶水啊 送到手里面 这是一种情感上面的鼓励和支持 然后这前台词就是看你的了 那么另外在四号场地进行的 韩国队和中华台北的比赛 第一局的黄卉渊 现在已经是19比16领先了 看起来拿下第一局的比赛应该问题不大 他是大比分领先让人给追了16比19的 局点 我们还是回到印尼和日本的这场比赛 这两个场地当中的最后的获胜者呢 将在半决赛当中相遇 因为下午的这个游博杯 已经结束了上半区的两场八强赛 中国队和泰国队分别获得了半决赛的机会 明天呢将要进行游博半决赛的争夺 其实中国队 中国女队在这个 游卑这两年的历史上 08年其实有一次也是险遭决胜场 现在双方的决胜局已经开始了 在屏幕下方的是 日本选手 在屏幕上方的是印尼的法内特里 两个人的快速移动 其实都有可能出界 但是刚才的这个反派的抽球 而是把球带回去了 三公里赛金 如果刚才不接的话 我认为刚才法内特里的一个批杀 很有可能就已经先出边线了 自己的勾对角 反倒是丢了这一分 太急了 往前的铺球一定得小心 这种球 否则看着是机会最后都变成陷阱 中国队那次在吉隆坡打荷兰的时候 上来第一场输了 尤博贝 尤博贝第一场输了 然后后来的这个双打扳回 双打扳回吧 第二单打 卢兰又差点输了 对方就是在打到20还是19的时候 有一个球 就刚才那种扑球 没扑过来 就扑下网了 那球要是扑死 卢兰就输了 卢兰输了肯定是第五场 那球打到第五场 李总教练也是很紧张的 他已经当时换人了 就是把朱林换成蒋燕角 但是其实赛后我们总结 就是当时蒋燕角上去 这球也不靠谱 也很难讲 所以这个第五场的魅力 还是挺大的 对 历史有那种可能性 这反拍的过度不好 是个机会 没抓住 还是快抽 前方让人打 见外了 这两个人都浪费了不少机会 其实我觉得他们可能还是说 有一定的压力 从两个人的这个球路上来看 其实相当狭窄 都是大部分都是在这个中路的位置 直来直去 其实只是存在一个前后场的调动 稍微的要点编的话 就会出现这样的失误 反对特里还是技术不够细腻 他不敢往边上杀 他就这种比赛 就是我就说他们还是有心理压力的 不是说特别放得开 虽然比分上面咬得很紧 让我们觉得90后还是禁得住考验 但是从打法上来看 还是说这个非常窄 这个带 但你打到第三单打 肯定在基战术上比起第一单打 肯定是要欠缺一点 因为这个排名已经差了三四十倍了 打到第三单打的时候 机会 这个球出界了 出了底线 就这种球 这种机会球居然是从底线出界 边线出界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这种球从底线出界 人家这个心理和体能上 竟然都承受着千斤的重压 就正说明这一点 对 是的 前面的都各自有六个队友 已经前副后继的这个亮个下了 这还是那句 大伙都忙活一晚上了 就看最后这十几分钟了 戒外 戒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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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线是给的戒内 四线都累了 但其实在这种比赛当中 四线是有不同组的 就是每场比赛他换一组四线 这样大家可以保持一个新鲜感 不至于疲劳的太快 半场都已经不是机会了 你看这又是半场球 但是这个 法尼特里也不敢 盲目的进攻 这多半场了 但是也杀不死 所以就干脆都是 过渡一下 其实这种球 还是自己少失误为妙 好球 好球好球 搞得不错 这个出手真是让人看着担心 反拍的这个地方是个死角 之前那个 哎呀你看这已经完全重心 都已经下着 这是反方向对角的一个 最大范围的移动 三宫美太精 肯定是自己有多少长度 都已经用到极限了 对 用到极限了 我只有这么多长度 跟下叉一样了 完全都已经趴在地上了 变体操了 身体柔人性不错 弹跳也不错 所以我们说我这次就是强烈感受到 如果你只是看中国队的话 这个比赛这个项目真是没什么悬念 但是只要你把中国队忘掉 忘掉你是中国队球迷的这个身份 这个项目挺有意思的 你关注其他队 其他的那些明星球员 挺有悬 首先挺有悬念的 搜球放网出现了失误 好像我就说这个体能的极限呢 法内特里现在已经渡过去了 我觉得好多那个印尼女单的这个球员 他们在一般都是在第二局的时候 会有一些这个低谷 状态滑落的有点莫名其妙 每次你说这个的时候 我就想起那个小品 我的成绩很稳定 一直是班上的赵数第二名 就是这个缺点我也很稳定 有了 半场 这半场球 有了有了 在进入到决生局之后呢 我们的小豆子三苦北赛金 已经多次在地上打滚了 他本来重心就低 而这个球放得非常的质量高 双方都是在拼 这种球虽然是女拳手在场上 但是也让我们想起 这种球就是英雄 就是队里的英雄 但是现在可千万不能有英雄的这个想法 如果你要是觉得想的特别多的话 就是别在炸雕堡之前想那么多 在炸弹想之前千万别想那么多 等获胜了之后回去以后 有一生的时间来进行美好的回应 这个球确实 你这句话我觉得说的真是我挺同意的 就是不管这两个选手最后以后是什么成就 这场球应该是他们一生当中难忘的比赛 特别是对于赢的那一方 投影的这滑板掉球又打出来了 我觉得这就是说这个费内特里呢 他还是回归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刚说完了 他反手的反手正反手两边的阶调都比较差 他这球主要是在网袋上弹了一下 有点形成调球了 其实他是一个杀球 哎 摔倒了 哎呦 小心 你看这球他要掉一个就好了 我还是别受伤啊 再怎么说 受伤就太可惜了 没有过 三公美菜厅非常顽强的这种防守造成了对方失误 底分没有拉开 还是双方都有机会 让看到这个 第三板之后啊 一个后仰重心失去了 这个球拼回来的 确实就这种死死咬住的牛皮糖精神 也给对方是一种心理的震慑 日本好多队都靠这个 除了日本足球队 日本足球队 因为它已经是一个比较高水平的队伍 这就靠实力了啊 头顶位置的杀球 杀追身 贝尼特里这个壮硕 应该发挥出壮硕的优势来 虽然在下盘的移动方面呢 有一点沉重 他还是体现了他进攻上的优势 他的杀球得分还是不少 球路又是集中在中路了啊 没有这个对角的变化 刚说完 确实是一个机会啊 这个高度 三国美菜经出手还是相当舒服的 而且每次都是在这个位置 这是主要的一个得分线路 他虽然个子小 但是有些后场下压球 他打的质量挺高的 一个是那种吊球 吊的质量确实不错 还有他这个头顶的杀对角 也是他一个习惯球路 打的挺好的 今天的得分也不少 对 而且对方就是反拍的这个接杀 反拍接杀的转身能力 好像确实是差一点 好球 两个人的杀球就是风格完全不一样 对 法内特里就是靠力量和速度 三国美菜经主要还是打的落点 利用劈刹点刹比较多 其实这个球三国美菜经可以注意一下对方的头顶 所以法内特里的头顶的下压这个威胁比较大 但是正手还好 现在看两个人的这个精神状况还都是挺坚强的 好球 这球做得真好 然后之后的跟进也是相当的及时 死咬不放 这个球确实假动作放往漂亮 他脚底还是比较快 这个扑球一定要这个 在这个球高过网带的位置上下手才成功率高 所以BZ到位特别早 低于网带没有成功率 不是 越高越好了 我的意思是 球有出界的嫌疑 两个球都有出界的嫌疑 要是一家动作 往前 他往前细腻 三国美菜经的这种往前球 这个球他有意识地搓个高弧度 然后球过去非常贴网 这是直接把对方搓死的一个球 确实搓得漂亮 其实对方也上来得不够快 这种高弧度如果是有足够的速度的话 或者早预判早连接的话 可能会被扑 但是确实重心太沉了 追平了 没有 8比9 还差一分 好球 他这个结合的比较好 这个杀上网 结合的挺好 通过杀球对方位置非常靠后 如果他这球还是扑的话 很可能你扑的落点不好 对方还能歇 但是他上来一个勾对角放网 对方就上不来了 我觉得羽毛球这个项目里头有好多哲学 他应该是一个慢中有快 慢中有快 还有快中慢 就这种都特别多 最终的目的就是控制对手 这球有点没劲 这个球有点体能下降的影响 交换场地 11比8 就是像这个三宫美菜筋这样的选手 在场上那个腾挪闪躲 就真的是实际上消耗是非常大 要是能坚持下来 把这比赛拿下 那完全就是靠的一股精气神 看看那边球场怎么样了 洪世函真的还有机会扳回 现在第二局的比赛当时11比9 是领先进入到进入暂停 刚才第一局是18比21 输给了黄慧渊一局 李毛这边看完了之后 再跑那边 再跟韩国队再说几句 反正他都带过 李毛我觉得也创了一纪录 这亚洲的中国队 印度尼西亚队 韩国队 马来西亚队 他全当过教练了 转了一圈 总有一天他要去丹麦队 双方继续比赛 好球 这是一个好球 法内特里也表现了一下 往前的技术 怎么说咱也是印尼选手 也不能靠身高力量 一个假动作放网 放得不错 然后再扑球得手 你说我不能借鉴一点 这个欧美的打法吗 可以借鉴 明明借鉴的够多了 建万 我觉得这是体能上下降的 下降就是动作变形的结果 这场球 这两个队员真是打 你们这两个90后 真是打得不错 打到这会儿了 还能够相对比较好的 发挥自己的技术术能力 好球 他往前的出手 是挺有特点 能够站在这个赛场上的球员 其实 即使他们的排名可能在三十几位 五十几位 但是都还是有点绝活的 漂亮 真好 哎呀 明明是机会啊 可能觉得自己刚才那个 他就以为一下能把那边给打死 这球已经打死了 他哪怕早 他往这边多走半步 这个球都可能能够扑死对手 看这举上的小眼神 确实是一个机会 你都看着要出界了 对 看着要出界了 两人都不敢往边上打 两人确实是 一直都是中间这个 哎 漂亮 这个高度 哦 这好像应该是 法内特里第一次啊 整个人重心降在地上 因为他注意力全在反手了 刚才这个球 我们来看一下 他拉过去之后 他注意力全在直线上 对方完全打了 打了他一个想不到 也是拼了 在脚底下出不去的情况下 手上还奋力在救 现场我看了看 应该还有四五百名观众来 嗯 他在看球 其实这种时候呢 对脚的使用好像 确实是稍微靠谱一点 打直线 如果他要边的话 失误率都偏高 还是要防对角 直接发出去了 是啊 就是 我觉得他心态真好 对 三股美菜精 三姑娘 三股姑娘 嗯 肯定队依然还是有一些 这个无谓的失误 现在日本队还有机会 一直是没让对方 没让前车跑远 在后边一直跟着 这在前面跑的人 也是有很大压力 况且这比赛打到这个份上 双方的心理和体能 都是巨大的消耗 谁也好不到哪去 只差一分了 宣建保持到最后 一定要挺住 你看他的眼神有点够呛 这球推出了 推扑界外 14平 他这个前面领先那么多 被对方给追上来 追平 这个需要一个缓解 我觉得他其实他这时候 可以通过换换球 擦擦汗 是 他现在有点 在其中太沉迷了 一片空白了 有点空白了 对 上网 上网也晚了一点 我觉得这吊得不错 多轻盈 还是推底线 还挑 挑的同样的位置 这分两个人都意识到 关键性 但是你看那步法 已经没有了 反内特里 看能不能打反击 还是控制底线 好家伙 速度有一些加不上去 反击先劈掉一下 但防起来 反内特里的步法 都已经沉得不得了了 没有办法加速 哎呀 你看这已经是 体能极度消耗了 你看你看这表情 已经没有力气抓后场 印尼远道而来的朋友们 戴着黄帽子的 这些印尼观众 安静得不得了了 这场单打打了64分钟 这场单打已经打了64分钟 超过一个小时了 没关系 那个黄辉渊和洪志涵那边 也还在继续 他们第二局 现在红辉渊17比14领先 三分 可能也要打决胜局 这时候提出来换个球 给自己多一些喘息时间 不过15比14 这个三国美菜经 应该是连得了 得有五六分 把比分反超 比分反超了 真是能跑 解败 他的习惯就是 我杀一拍 只要这球落地 我就叫 至于是戒内戒外 那我先不管 俩人 一个是特别解脱的 一个是特别惋惜的 都是这个 吹凶顿足状 其实这种球吧 已经打到65分钟 现在 就体能都已经消耗到 消耗殆尽的情况下 就是在拼一直品质 鸡战术 其实也 这个时候也很难 不能有太高的要求了 这次打中了 还是非常敢打 三国美菜经 是比较敢下手 因为对方 身高必长的 比他身高必长吧 那个杀球 如果没有好的落点 对方确实能接到 16平 这俩人真要打到斯诺克 第18 第35局 真黑球 就是说 一定要打到30 谁先到30 一定要打到极限 对 这说不就得打到30 对 打到30 最后争一分 好球 这时候还能再往前 做一个假动作 这喊叫声 真是此起彼伏 假动作 对 看到日本队的 这个支持团队 就是特别新奇 就是他们全都站起来 还拿着这个冲击棒 开始加油了 相对来讲 印尼队的这个 教练习比较沉闷 其他队友都已经回去 洗洗睡了 就准备明天的半决赛了 又一分 18比16 这时候就是打气势了 其实这时候 日本队的 拉拉队确实 做得更好一些 在这方面 所以凡尼特里 如果最后输球的话 也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 对 这就是团队精神的精神 赢了你也别算在 自己一个人账上 输了也不要 就怪一个人 还有双方都还有机会 17比18 只差一分 想做一个推球 结果不够高 强点的位置不太高 我觉得过去很多经典的 汤油杯的魅力呢 就在于 你需要在前面 用五个小时 甚至更多的时间 去累积这个情绪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情绪才 就是你经过看了 五个小时比赛之后 才感觉到 你在情感上 和这两支球队 慢慢有关系了 对角现在大范围跑动 杀追身好球 杀追身 还是领先了两分 还是三宫美赛 在这时候 他更有力气 能够把速度打出来一些 对 那边是 这个经济神 确实不错 就是两个人都 消耗体能挺大的 但是三宫美赛 其实很快 就又重新调动起来 感觉他的这个步法 依然还是很弹跳 14平的时候 我就感觉这个 法内特里 眼神有些迷茫 看看这时候 是不是能够重新 找回他的目标方向 来转身了 机会 没有防住 全场的赛点 他应该是从 9比14落后 反超到20比17 这一下法内特里 很可能就不行了 不过在此之前 我已经想好了一句话 优伯贝比赛是什么 就是两个队 耗五个半小时 最后日本队 获胜的那种比赛 最后还是 获胜的会是中国队 中国队 不是耗五个半小时 中国队是耗不到 五个半小时 拉开 打得还是比较清楚 控制对方的底线 杀直线 上网 弹好球 上网假动作 推到对方的头顶 三公美菜精 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 是反败为胜 耗时69分钟 2比1战胜了 印尼的第三单打 法内特里 这样也为日本队 锁定胜局 在另外一场比赛 因为没有电视 转播信号 没法给大家来 继续转播了 打得还是非常纠结 第二局呢 是打到20比20 我觉得这场球 还是日本队 在最后他表现出的 求胜欲望要 就那种对胜利的渴望 要更强烈一些 保证了他们取得 这场比赛的胜利 那么这场球也是 反正是会给我留下 非常深刻的印象 从7点开始 现在可以认识 三公美菜精这名球员了 确实是能够有 有一定的实力 主要还是靠他的这个 临场发挥的这种状态 所以能够创造一些奇迹 创造一些打败 高手的这个奇迹 是完全有可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